告别俄尔古纳向黑山头出发 行驶于331国道 蓝天如洗 白云如絮 青山倒映在草原的怀里 还有被牧羊人赶着过马路的羊群 秀丽的根河一直蜿蜒在道路右侧 清澈的根河静静流淌 岸边草垫灌木重生 美得让人窒息 行驶22公里经过俄尔古纳游牧记忆文化景区 参观门票是50 如果体验娱乐项目则免门票进入 蒙古包坐骆驼车划草射箭 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旅游大巴经过这里大都会停留一下 景色实在太美 继续前行经过洪吉拉布蒙古大营 距尔古纳市35公里 面向亚洲最美的湿地 视野开阔 景区内同样设有各种娱乐项目 在这里你能感受到蓝天白云下草原的广袤 湿地的静谧 崇溢草原英雄儿女金戈铁马 浴血沙场的爱恨情仇 尔古纳到黑山头接近50公里 这一路虽然有很多大大小小 可以驻足的观景休闲点 尽管停车位非常充裕 但都是不大欢迎房车 住车过夜 这也是进入草原以来第一次遇到 穿过小镇我们来到根河湿地边 景致不错 在这里住车露营的车辆也不少 河岸平整地势开阔 目测也非常安全 傍晚伴着清风坐在根河河畔 秀美湿地别样风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